罗冠中的《三国演义》描写关羽从威震华夏到败走迈城,足足用了五个回合。 《三国演义》可是以民间说书为底本创作的,可见坊间对关羽是多么的崇拜。 电视剧《三国》对这一段刻画也是极其的细腻,尤其是后面关羽被活捉到身死,简直令人揪心难受。 《三国》最受欢迎的武将竟然落得这个下场,而正式描写关羽之死很简单,关羽传记载, 宇不能克,引军退还,权以聚江陵,进卢与世众妻子,与君碎散,权遣将逆及语,斩语及子平于邻居。 以想象得到,高傲无比的关羽被擒直到被杀,是有多么的无奈和凄惨啊。 关羽被擒后,孙权并没有马上杀他,因为杀关羽可不是一件容易决定的事。 如果杀,肯定会跟刘备彻底闹翻,不杀又难消自己的心头之恨,留着关羽也是后患无穷。 孙权思考了很久,始终有些摇摆不定,最后还是在一众手下劝谏后,这才对关羽起了杀心。 如果说被擒后立刻就被斩杀,对关羽这样的武将来说,战死沙场也未免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。 但是被擒后却要等待孙权来决定自己的生死。 在等待命运的这段时间,我们的关二哥内心是多么的七创和悲凉。 要知道,就在几个月前,关羽才刚刚走上人生巅峰,他水烟弃军,威震滑下,令天下为之震动。 就连北方的扛霸子曹操都被震慑得想要迁都避祸。 然而就在关羽这人生巅峰时刻,自家后院却起火了。 关羽瞬间从人生顶点坠入了无尽深渊。 关羽不怕死,但是他非常的不甘心。 此生最鄙视的就是孙权,现在竟然成了他的阶下囚。 关羽看不起孙权,孙权也同样非常不爽关羽。 先不说关羽单刀附会那么嚣张,当时孙权为了讨好关羽,就派使者前去荆州, 想与关羽结为亲家,撮合自己的儿子与关羽的女儿。 结果关羽根本瞧不上孙权,直接把使者骂走了。 孙权得之后非常的气愤。 影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的原话是, 虎女岂可嫁犬子? 孙权的反应是, 我生平还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, 刘备要是得了天下, 岂不是比曹操还危险? 虽然孙权夜长震怒, 但作为江东民主, 他肯定不会因为一己私恨而不顾大局去杀掉关羽。 毕竟当时天下还是曹魏一家独大, 而且荆州已经拿下了, 这个时候有必要非得杀关羽和刘备结下杀地之仇吗? 今时我们不能只简单地看表面, 先要明白两点。 一是, 东吴是有预谋的要勤获关羽吗? 他们是怎样部署的呢? 二是, 刘峰和孟达是否来得及救关羽呢? 三国志吕蒙传记载, 后关羽讨凡留兵将被公安南郡, 吕蒙尚疏远, 关羽讨伐而多留被兵, 恐怕吕蒙图其后顾也, 习其空虚则南郡可下, 关羽可勤也。 由此可见, 吕蒙曾明确跟孙权讲过如何勤获关羽, 所以孙权出兵荆州并非临时起义, 而是计划好了要勤获关羽。 关羽还在道路, 述使人与吕蒙相闻, 吕蒙折后遇其使, 周游城中, 家家质问, 祸首书侍信, 关羽人还思乡参讯, 贤之家门无恙, 见待过于平使, 故关羽立士无斗心, 惠孙权寻至, 关羽自知孤穷, 乃走卖成, 息致张响, 众皆为关羽而详, 孙权使诸然攀章断其经路, 其父子俱获, 荆州遂定, 从上面这段记载, 我们又可以了解到, 关羽兵败后的时间表, 关羽打了败仗之后, 立即从襄阳凡城撤兵, 前往南郡江陵, 走了一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投袭, 心急之余不断地派使者去江陵询问吕蒙, 自己的家眷怎么样了, 快到达南郡时, 得知家属无恙, 这时候孙权亲自领兵来到江陵, 关羽得知消息后马上撤离, 先后撤到脉城, 然后是张响, 身边的兵族基本上已经跑散了, 然后孙权下命, 诸然和潘章截断关羽的退路, 再假使秦获关羽, 关羽从兵败到秦获中间隔了这么久, 为什么孟达刘峰没有前来救援呢, 是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救援吗, 三国志刘峰传记载, 关羽兵败时, 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刘峰和孟达请求支援, 但这两人找借口并没有出兵, 关羽兵败后, 一边派人求援, 一边不停地逃跑, 先从湘凡逃到江陵, 再从江陵一路逃到麦城, 然后到了张响, 直到逃到甲石才被秦获, 从兵败到逃到甲石, 大概跑了五百里, 考虑到诸多因素, 这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六七天的时间, 而从房陵到甲石约四百里左右, 古代若是两马急行军日行约一百九十里, 但房陵来到甲石的路并不好走, 到处都是崇山峻岭, 如果从收到关羽求援后, 刘峰梦达立刻整军出发, 日夜兼程赶到甲石, 大概需要四天左右, 是完全有可能救下关羽的, 但他们找了个借口, 并没有发兵救援, 也正是如此, 所以后来刘备记恨刘峰, 很多人认为关羽之败根本还是他自己造成的, 他傲慢, 除了自己大哥和三弟瞧不起任何人, 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, 基本都被他得罪了, 最终就是栽在了自己人迷方和富士人的手上, 清末民初始有一本叫做求书的书, 他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张太炎所著, 张太炎认为关羽之死的幕后黑手就是诸葛亮, 这都是他策划的一场阴谋, 为的就是除掉蜀汉的二把手, 更好地争取蜀汉政权, 简直是令人颠覆三观, 张太炎还提出了三个理由, 其一, 都说诸葛亮多志尽腰, 他如何看不到关羽的危机呢? 但是根本就没有做出相应的安排, 甚至都不派人提醒一下关羽, 这么做就是要借东吴的刀杀关羽, 关羽出兵乏位, 如果战败就用军法论罪, 如果战死那就正好如愿, 总之关羽必死无疑, 二是诸葛亮要杀刘峰一石二鸟, 诸葛亮知道关羽心高气傲, 不光得罪了敌人, 就连同一阵营的自己人也基本上都被他得罪光了, 如果关羽兵败, 刘峰有很大的可能不会去救援, 这样一旦关羽真的出事了, 就有借口杀刘峰了, 刘峰是刘备的养子, 杀他也是因为与关羽一样, 所以诸葛亮劝刘备杀刘峰, 刘峰刚猛难认, 不可用于义士, 三者, 诸葛亮政治斗争心狠手辣, 张太炎特别指出, 诸葛亮质属, 伤心必伐, 虽然治国严谨, 法令严明, 但这也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有力武器, 总之张太炎的观点, 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人设, 瞬间崩塌, 让人三观尽悔, 如果说真的是诸葛亮幕后操作, 一手造成关羽之死, 这也太不合理了吧, 首先龙中队的大战略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, 当时规划的就是夺取荆州, 占据巴蜀, 两边遥乡呼应, 进而逐鹿天下, 如果荆州丢了, 诸葛亮的报复要如何实现呢, 这完全是他承受不了的损失啊, 后来张太炎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不合理, 于是把求书进行了一番修改, 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评价诸葛亮, 这一改正充分体现了优秀国学大师, 严谨求学和自我批判的智学精神,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